我心情不好的原因 是因为 有人嘴上说着 要珍惜彼此 珍惜当下 但是却用着 支持我的梦想为理由 让我去广州 你怎么知道 今天你跟许愿 在谈话的时候 其实我听到了 什么 以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总是遵循别人的脚步 其实我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吧 总觉得 只要按照别人的想法去做 尊重别人的决定 把别人照顾好 就是把自己的爱情照顾好 那后来我发现 这样做是没有用的 直到我跟光夕在一起之后 是她让我觉得 其实我也很好 我也很值得被珍惜 她让我变得更有自信了 所以现在 我也不会害怕 和光细短暂地分别 也不会对未来的不确定 而感觉患得患失 我相信她 更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是穿了哈利波特的 隐形斗篷吗 难怪许愿跟我说什么 痘子要回甘 本来是这个意思啊 本来我今天去找许愿 是针对要不要去广州这件事情 看有没有在商量的机会 商量没成 倒是围观了自己的女朋友啊 怎么把自己送走 那我要把你送走的理由 你忙不满意啊 满意是满意 但就是有点遗憾 什么遗憾呢 都有人挖我去广州了 你都不挽留一下吗 原来你喜欢整这处啊 冯夕 冯夕 我舍不得你走 你走了 我一个人都不知道 可以怎么活下去 冯夕 你还是别走了吧 我本来都想好 我本来都想好 不打算去广州呢 我想给你所有的安全感 但是今天 听完你说的那些话 真的觉得你不一样了 所以我决定 我也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样我才有能力 一直保护你 一直做你的重点棒 我要向你证明 距离对于我们来说 不会是问题 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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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感谢 我感谢 你 你